嫦娥6号降落控制水平 能提高弹道导弹的精度吗 黑导游们又搞错了那些事 昨天说了一下嫦娥6号飞行31马赫 被互联网军时黑导游们借机骗钱 骗流量的事 还有人不服气 说大家关注的不是31马赫 而是31马赫下还能进行精确控制 还能精确的控制落点 如果这个技术用在弹道导弹上不吓人吗 还有人说对于轻弹而言 误差一公里意味着什么 误差16公里又有什么所谓呢 说我是避重就轻了 好吧 黑导游们不仅仅是打算让郑成功弹一辈子钢琴 而且这回还是把中国的弹道导弹技术 黑的最惨的一次了 那么我就来一条条拆解一下黑导游们的话术 第一 31马赫下实现控制是人类第一次吗 再重复一次 1968年苏联的探测期6号 是以每秒钟11公里的速度返回地球 然后再进入大骑层 进行跳跃式再入减速 这个11公里每秒钟可比黑导游们炒作的31马赫快 那么1968年苏联是不是实现了有效控制 然后再看 探测期6号减速之后采用半弹道式方式精确控制落点 苏联的联盟号飞船 美国的阿波罗飞船 以及后来的中国嫦娥5号 嫦娥6号 都是先经过跳跃式返回方式 大幅度减速之后 再采用半弹道返回这种方式进行控制的 这种半弹道式方式呢 不是工作在30多马赫条件下的 最多是20多马赫 从姿态上看 是返回舱 屁股向下 头朝上 利用控制制新的方法 对飞行路线进行修正 弹道导弹末段控制 可不是这样的 风马牛不相及 由于对于航天器返回来讲 这种控制方式比较精确 所以半弹道式方式 从60年代一直用到现在 并不是现在的新的独创 到了黑导游们嘴里边 整个过程似乎就根本不存在 跳跃减速过程了 就变成了在31马赫下 直接进行降落精度控制了 而且黑导游们 还有这个信众们也不想想 让嫦娥6号以31马赫穿越大气层 那落地的时候 嫦娥6号还能烧的剩下多少啊 别说嫦娥了 弹道导弹弹头再入也要减速 不然弹头可能解体的 航天系统的工程师们 要是敢玩什么31马赫穿透大气层 精确控制 那脑袋就可以不要了 然后我们再说精度 嫦娥6号的总设计师宣布 这次的返回精度16公里 而10年前 嫦娥5号同样速度同样方式返回 精度是小于1公里 那个精度更高啊 这么多人让这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自己用大脑把记忆找回来过吗 其实嫦娥5号的1公里 还有嫦娥6号的16公里 都有定的随机性 并不能说明谁更好 因为返回舱落地之前 要开两次伞 先开网状的超音速伞 减速到亚音速 然后才能开降落伞 这个降落过程中 还要受到严重的气流影响 反正对于返回舱回收而言 无非就让地面回收人员 开车多追一会儿 只要落在预定的登陆场之内 这个精度就是成功的 追求过高的精度 反而没有任何的意义 下面呢 我们再看看弹道导弹能这样吗 不要说16公里偏差 我们的洲际弹道导弹 打到美国 如果精度是1公里 那就丢死人了 当年我们洲际弹道导弹 刚刚出来的时候 技术不先进 怪性导航设备飘移大 误差真能到1公里 曾经一度被嘲笑 但是现在 灌岛技术水平越来越高 我们的设备飘移也越来越少了 包括美国 中国等国在内 洲际弹道导弹 除了怪性导航 有的还要加上星光制导 那精度都在百米级内 这种精度 不仅仅是用来打城市的 还是要求打击 对方弹道导弹发射井的 只有落点在发射井 100米内产生的超压 才能干掉对方的加固 导弹发射井 而且就算是打城市 精度高 也可以降低使用量 达成同样的效果 哪有把弹道导弹的精度 从百米级 要变成公里级的 甚至还是16公里的 让弹道导弹 许学嫦娥 那不就是硬说正成功 是弹钢琴的吗 顺便再说个脚知识 核弹的杀生半径公式 很容易查到 差不多是1.5 乘以核弹当量的立方根 算出来是公里数 比如50万吨级的核弹头 在公式里边取值至50 因为单位是万吨嘛 所以换算下来 如果是精度 或者说偏差16公里的导弹 要想有效的摧毁目标 弹头当量必须要到 1000万吨以上 才勉强够用 至于有人幻想说 在月球表面 设立导弹阵地 从月球发射导弹 打击地球上的目标 这让火箭军 直接哭死得了 且不说 在月球上建立基地 再把弹道导弹 搬到月球上 需要什么成本 花多少时间 就算能做到 导弹从月球起飞到地球 那还要三四天功夫呢 这叫一小时打遍全球吗 如果我们折腾了半天 还要用三四天 才能从月球发起核反击 那只能说 袁隆平爷爷 把黑导游和他的顾客们 都喂得太饱了